基本上我們是推出來給原本在Design上面有很多User 他對於Design他需要加一個Keyboard 那我們要加Keyboard不是這麼多的原因講 我們特別把一個很特殊設計的Keyboard加在Keyboard 兩個禮拜託上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Keyboard的方法是不一樣 它是一個Z的Sliding Keyboard Z比較Z-Sliding 它不是以前直接滑了 它是一個往前滑 它是有一個讓它有一個比較平滑的感覺 OK 我們把這個撕掉 那所以當你有推出來之後 你可以發現它過去以前會有 你用滑蓋滑出來的方式 它的上下的game會很大 但是在Design Key身上它不會game很大 你在打字的時候 Input的方式會更快 它不會去卡到手 OK 那譬如說 當然這種device設計給很常reply email 或是做一些sms的功能 或是一些搜尋電話的功能 那譬如說我看mail的時候 你可以我看看 我要reply 直接按一個reply forward鍵 我就可以 OK 點進來 我直接按一個forward鍵 我就可以直接回給這個人 所以我們很多小細節設計去針對 User在用email功能 那像是 在鍵盤上有兩個特殊的快捷鍵 讓你去做 程式的設定 快捷鍵盤的設定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 設計Design Key上面是特別去注意到說 有很多小細節是User會用到的 那當然啦 回到device本身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搭配一個3.7吋的WBGA的螢幕 它搭配一個500萬畫素相機 跟一個LEDフレッシュ 那當然它device本身也是非常有精彩 那像這樣device是非常適合 它有System Network需求的人 設計的一款手機 那當然它搭配最新的Ngcense 2.0 那也有Ngcense.com跟location service 都會在這些device上面 所以它們都會在這裏